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给大家介绍过 Apink 白秋龙被小时候的朋友威胁的消息 当时Apink所属公司在声明中有说过 那位朋友有向媒体爆料的事情 今天,韩国一家媒体独家报道了 Apink 白秋龙被指控 的新闻 我们先来看一下报道的内容 2008年18岁的时候 在街上偶然遇到了白秋龙 对着看着他微笑的我 他露出不满意的表情瞪着我 之后白秋龙的朋友们就说 喂,秋龙说想打你 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小巷子里后 白秋龙对我说了 看你笑的样子让我很不愉快 打了我巴掌,踢了我的小腿 然后白秋龙的朋友们 也开始殴打了我的头,肩膀,背部 导致全身瘀气 当时我有报警 警察说会来我这边 但是我怕到警局后父母亲会来 所以在警察给我回电的时候 就故意没有接 在白秋龙出道后 我有打电话给公司 当时接电话的女职员 只是当成黑粉的恶作剧电话 什么都没有处理 然后在前一阵子 依然风波很大的时候 看到受害者们的受害内容后 突然又想起了过去的事情 所以在2月份发了iG短信给他 然后与白秋龙通电话了 白秋龙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事情 并承认后道歉了 但是一句对不起 这10年来受到的痛苦是无法消失 过了一两天 白秋龙先说想要见面 但是我怕见到他 会让我想到当时的事情而更加痛苦 所以就拒绝了 然后我发了短信给他 要他不要再出现在电视里 如果想要继续做音人的话 就正式公开承认后道歉 之后白秋龙突然就给我打了Facetime 我心想 这应该是想确认我是不是使用iPhone吧 因为iPhone不能录音 所以我又发短信给他 不要做这些已经被看穿的行为 退出演艺圈吧 也就是因为这个短信 所属公司表示 我在威胁他退出演艺圈 后来我反而以虚假事实 民运毁损罪 强迫危险等嫌疑 接受了警方的调查 然后在第二次通话中 白秋龙改口说自己没有 我说我已经录音了 他却说 自己是对于当时的情况道歉 并没有承认打过人 最后A某也表示 如果所属公司再次反驳的话 这会公开当时的录音 A某的法律代理人也向媒体表示 根据所属公司的声明 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在说谎 能证明诬告的证据非常多 会强力对应白秋龙 然后今天A某也向媒体公开了 与白秋龙的IG聊天截图 那一天你朋友说 秋龙想要打你后 没有理由被打的 对我来说到现在还是噩梦 你从小就学了何其道 我从小就体格很小又很内向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对于那个时候的事情 感到一点点对不起的话 请正式道歉 联络我 然后也向媒体提供了 有9屏的某秋龙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这是前几天某秋龙先公开的内容吧 对于小时候的争吵有道歉 却用这个来威胁那件事 新闻里是说单方面的被打 解释文说的是互相吵架 还是需要等等同学们的证言后再做判断 两个人对于录音的立场也是不一样 新闻是说对于X道歉 某秋龙方是说对于过去的争吵道歉 好奇怪 为什么要公开跟霸凌没有关系的过去照片呢 不就是想抹黑而已 如果真的是X的话 应该还会出现其他受害同学们 只是一次的话应该叫打架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们表示 如果真的没有错 为什么要道歉呢 照片是爆料者提供的话 应该就是学生时期 如果学生时期这样的话 真的是很失望 对于从来都没打过人的我来说 联络我真的太好笑了 如果真的没有打过人 应该是会先说 你在说什么吧 受害者如果是在撒谎的话 所属公司的艺人 根本就不需要留下电话要求对话吧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所属公司的声明是 帕秋龙是对当时的情况道歉 而A某却表示 帕秋龙是对X道歉 目前双方都已经提高了 所以这个时间也要等到 法院的判断后才能明确 对于APIN和帕秋龙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几号才是房间的主人 这是昨天引起韩国网友们 热议的一张照片 大家觉得几号才是房间的主人呢 为什么呢 以上容许来到这里 都放下來 然后 大家 愿者 这 来